大陸3A遊戲黑神話悟空 從上市就引起熱潮 台灣也有不少人為之瘋狂 玩得不亦樂乎 沒想到我 龍中阿姨 沒聽錯 齊天大聖口中 蹦出的竟然是台語 習遊戲神話中文配音 理所當然 但沛洋過海來台 肯定要在地一下 良心不弄 三改六都 不就回你這四集丟管 長生不老 三界六道 不就回在這四個字上 把孫悟空的癲狂氣場 模仿的微妙微笑 台語配上去完全不為何 二郎神楊簡 自傲且不可一世的語氣 同樣超級傳神 影片一退出 短短幾天就吸引 將近三萬人觀看 大受好評 而在背後 原來是由國寶及布丹西大師 黃俊雄的小兒子 黃麗剛來配音 西遊記神話立刻充滿台位 就想要讓我回去做新鮮 悟空的聲線 那我就是用這個沙亞 然後帶一點狂傲小聲 這樣子的一個聲線 有布丹西大俠之稱的黃麗剛 因病休養一年多 沒有新的布丹西作品 以台語配音的黑神話片段 瞬間爆紅 網友紛紛說 根本是霹靂版的西遊記 敲碗續集 而他也表示 希望明年能回復工作崗位 與大家見面 記得廖文明經緯中程中央雲林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呢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鄧 再次見 3